大概两个多小时 内容比较枯燥 所以下午可能有些犯困 没关系 中午中间我们做一下休息 做一下休息 下午的第一堂 这个专业的知识 叫国际标准绿色 验证认证指南 很多人就问我 这个国际组织 做了验证认证之后 还需要做什么 其他的认证吗 我在这里强调一下 一个是美国的FTA认证 还有包括我们欧盟认证 它只是局限性的 像欧盟认证只在欧盟范围内管用 像美国FTA是很多认可 它国际标准的国家 有些认可的国际标准的 那个方面 它可以有一个 免减的那个状态 很多如果要不认可的话 到当地的国家 还要做一次验证认证 咱们这个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绿色认证 这个八个字 是我们世界唯一的一种 任何第二个国家 都没有这个权利的 因为我们把这个 验证认证的程序 包括验证认证之后的 这个知识产权 已经在世界这个 知识产权组织 注册在案 所以如果在我们 已经签约的这些国家 看到我们的验证认证 是不需要那个当地国家 再去做一次验证 那个检验认证 这些程序的 因为他们既然认可了 我们IOWC协宪法 这个用验证认证的 这个方法 只要认可注册登记 这样的情况下 不需要在那个国家 再进行一次验证认证的 所以这点大家应该清楚 在咱们这里 这个验证认证结束之后 与我们签过协议 并且在注册登记过的 那些国家 我们到那里 只要把您验证认证的 产品技术 还有这个企业 登记就可以 就是不是注册登记 只是在那里登记一下 他们就认可我们 IOWC协宪法 这个验证认证的结果 这点大家应该清楚 就是在我们这里 做完以后 与我们注册登记过的国家 都可以是 这个叫免减 然后这个通关的时候 有一个最惠国待遇 减税或者免税 这样的一个待遇 所以这个验证认证 至关重要 所以在咱们后边的 这个程序里面 我会详细地跟大家说一下 你这个声音可以调大点吗 我的声音小 小吗 行 开始吧 那个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它这个整体的一个流程 IOWC 我说的是国际标准绿色认证 那么在这个验证认证过程当中 这个所有的这个流程 全部下来 标准应该是两到三个月之间 它检测合格 检测这个范围 非常的严格 首先呢 如果无论是你的商品 还是技术 还是服务 包括企业 都是由企业呢 自我先提交一些 我们所需要的资料 需要哪些资料呢 我们后边有一个明细表 根据您 这个申请的 这个项目 类别 然后所取的这个资料 都不一样的 不一样 然后呢 这个企业要把这个所应的资料 按照相应的部门 交给咱们这个叫认证委员会 这个认证委员会呢 根据产品的类别 它分类都不同 所以您提交要验证认证的产品 类别是什么样的呢 就把文件 就上交到管理你那个类别的 这个委员会当中 然后各领域呢 一致性评估后交付给相应的 这个验证机构 这个验证机构呢 就是我们这个国际组织 内部当中有一个验证的部门 然后把这个资料呢 提交到我们的这个相应本部 咱们所说的叫 比如说北京市 或者是哪个省的总部的验证 验证认证总部 把这些资料呢 要递交到那里去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呢 所有的资料了解清楚以后 包括要验证认证的费用 都已经了解清楚之后 需要补充哪些资料呢 就会把这些 经过我们验证部门 确认之后 缺少的部门呢 把这个资料会再递交到 我们这个各部的 这个相应 类别的验证 这些这个部门当中 然后文件这么补充 而且验证认证的成本 都出来之后 我们进行跟这个企业商谈 咨询 缺少哪些资料 再把这个资料呢 缺少的部分 再返回到企业 那么企业在这里面呢 要把这个流程 如何递交的这些东西 进行培训之后 了解清楚之后 把这个认证的费用 提交到 向您交资料的那个部门 那么向相关验证部门的提供 所补充的资料 和验证的费用 那么由各省呢 再交到我们国际组织的 验证认证部门 按照我们这个国际标准 绿色分类之后 把这个编辑的代码 会分给到 您要做验证认证的 这个商品 或者是服务 或者是企业 或者是咱们这个 四个部分的内容 按照你的类别呢 就会把这个合格的 这个第一遍 进行检测以后的资料 然后上交到真正 去验证认证的 这个专业部门 那么第一次呢 验证的文件 和其他认购资料 然后进行对您 上交的这个品类的视频 就是评估 然后呢 按照验证阶段 选择国内外验证机构 这个是指什么呢 您的需要 这个产品 应该原来有的 那些验证的部门 验证的当地国家的 当地省的都可以 所有产品的资料 都要递交到 这个我们需要 验证认证的 这些部门当中 然后呢 确定 咱这个国际绿色 验证的范围 到底做哪些 验证的确认 这些方面 然后咱们看一下资料 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验证评价 尤其是对您这个商品 或者服务的 什么原材料啊 生产销售等这一方面过程呢 进行全方位的 这个验证过程 验证过程 然后呢 做了过了第一遍以后 再做二次验证 这个就是 以各领域验证结果的 综合的报告 它就会形成 这个时候呢 我们完成最终的验证之后 负责验证的委员长 他会编写一个 对这个产品 或项目企业的一个 总结报告书 这个总结报告书 会通在我们这个验证 认证总部里面 经过开会 声音不太好 声音是断断续续还是 对有点差点 不清楚啊 这还挺好的 我声音大点看着黄宝石 现在呢 现在声音怎么样 不行 现在声音不行 等一下 是断断续续的吗 不是断断续续的 声音大雅不行 对 声音撒哑 声音撒哑不行 现在呢 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啊 不行 selbst score 也不行 那上午挺好的 这会怎么怎么的了呀 那是手上 现在呢 你那个声音是不是有了 我这没动啊 是不是您那的声音呢 那个小微你能调一下吧 是录制的原因吗 现在呢 啊 好 再说一下 好了 刚才从哪开始 从头开始就不清楚吗 在那个第二次验证认证之后 这个各领域的这个验证认证那个所有的检测报告就会出来 然后由负责验证认证的委员长呢 会编写一个关于验证的结果书 这个结果书是对这个产品全方位的认可 全方位的呃 呃 经过验证认证之后的结果书 然后经过呢 我们国际标准绿色验证自行审议 和这个检验监查之后呢 对于我们这个产品它会给予一个认可 最终把这个材料 会报送到呃 这个认证委员会 啊 进行开会 最终呢 得出叫认证审认证审核最终结议书 这个结议书出来之后 我们就会把你这个产品的这个分类代码 包括最终的决定 然后一些所有的证书 啊 还有我们这些呃 经过你这个产品的呃 叫oppositive那个叫认可公证 就是由我们呃 国际机构 包括我们的当地大使馆 最终对你项目认可的这个证书 会全部颁发下去 颁发下去后看下看左下角 这个有一个标识 所有的商品呃 技术 还有这个服务 包括企业呢 都会把这个标识 不同的地方都进行呃 给你设计进去 包括小包装 大包装 包括企业的logo 门脸等等 如果你是绿色企业 就会把这个标识会标识出来 那么见到在产品呢 还有什么服务 包括这些呃 见到我们这个logo标识以后 世界上 与我们签计这个和这个国际协议的国家 就会认可你的产品 认可你是绿色产品 这样的时候就会给到呃 到各个国家的聚会国 待遇呃 呃 这样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呢 在我们这个整体呃 呃 认证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对这个产品的需求 呃 按照国际标准 呃 全部进行给你检测一遍 这个时候得出来的那个结论 是咱们全世界跟我们签约以后的国家 都予以认可的 这个勿容置疑 因为我们是以宪法呃 呃 规定的内容来进行运作 他只要认可我们的宪法 认可我们国际标准绿色 验证认证的方法的时候 这个国家我们得出的结论 他是必须呃 呃 要同意的 这是国际的这个这个国际上的范例啊 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呢 呃 尽可放心 有我们国际标准绿色验证认证之后的产品 啊 在我们各个国国家 对于我们这个国际机构认可的 这方面是全部预认可的 这点大家一定要呃 记住啊 这个是我们过后啊 我们有一个这个真正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 好吧 我最后会做一个说明 那么我们IOWGCA IGC啊 这个培训和咨询的主要内容 我在这里再讲解一下 一呢 对IOWGCA的了解和国际法上的适用范围 就是我们IOWGCA在国际法上都用于哪些项目 哪些企业哪些呃 技术上这个都会呃 对咱们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第二呢 IOWGCA IGC的诞生背景和它的必要性 那为什么要进行呃 绿色认证 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这个所有的企业 包括呃 这个经营我们产品的这些呃 这个公司呢 都要有一个了解 第三呢 是了解IOWGCA IGC 呃 绿色之路平台和出口支持 这个也是经过要专门的呃 就是培训 对我们这个产品呃 如何利用我们这个平台 进行出口进口的这些支持啊 这方面我们也会有这个专门的培训内容 第四 按国际标准绿色分类编码 的IOWGCA IGC总类和等级 呃 在这里面呢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呃 绿色标准下来之后我们会有七个等级 呃 最低的等级啊 必须得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 绿色这个这个绿色种类 那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绿色种类的时候 我们往的七级 一直到第一级呢 叫呃 当你的产品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绿色的技术 绿色的材质 这个时候呢 我们按照我们这个绿码编类呢 会把你的产品会分成七个等级 第五 IOWGCA 国际标准绿色认证 IJC 验证认证的流程和持续时间 包括 呃 每一种产品的这个 验证认证的成本呢 都不一样 到时候呢 我们就会按照品类不同 会把这个验证认证的呃 费用成本呢 会给到这个申请的这个企业 第六 IOWGCA IGC 申请材料 总类和添写方法 这个后边呢 我会给大家 也呃 这个去呃 详细的说明一下 第七 适用 IOWGCA IGC 的认证总类和加分 啊 这个加分所谓的就是你的绿色技术含量 高 高 你加分的比例就越大 第八呢 IOWGCA IGC 使用案例 啊 包括 这个 如何 留 呃 这 这 申请的程序啊 方法啊 战略啊 包括 如何向世界进行营销贸易啊等等 这些呢 我们呃 因为前期都有过案例 到时候呢 我们就会详细的去给大家知道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刚才 呃 说这个国际标准绿色分类代码 分类代码呢 是世界通用的 这一种呃 分类方式呢 是呃 所有的产品出口到国际上流通的时候 都是用这种代码来进行表示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一样 呃 大家在这里面有一个详细的这个图标 呃 第一个这个粉颜色的这个单子呢 是对我们的这个技术来进行 呃 分类代码 呃 第二个旁边这个呢 是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来进行分类代码 大家看一下 这个 无论你有多少种种类 在我们这个代码当中都能体现出来 因为在这里面大家看一下有一个叫 验证领域啊 ig 后面你看这是t啊 这是水移叫产品技术和企业类的 咱们这个呢 是产品和服务类的叫igc 然后后边呢 根据你的国家分类 呃 企业名称 包括年月日 包括技术企业的认证范围这个这个叫固定许号 这是世界通用的那种固定许号 然后呢 再加上我们呃 呃 标准这个绿色产业的分类代码 用这种方式啊 把我们所有的商品 包括我们的这个呃 技术 包括服务和企业来进行分类的 所有的产品只要在我们这里进行验证认证 都有一个固定的代码 这个代码是永远不变的 分的产品分到任何一个国家 这个都不会变 所以这点呢 呃 当验证认证之后 按照您的产品归类我们就会分发给你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就永远带着走 无论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通用的 在这里面呢 是我们关于IGC 国际呃 呃 绿色认证的一些费用 这个费用呢 在这里面呃 呃 就是 大家都可以一目了然啊 看的 第一 它是咨询 关于教育和数据方面呢 呃 就必须参加CEO的培训 并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进行 教育培训呢 在两周内进行 这个费用呢 是大概一万元 然后呢 是按照国际绿色验证 对这些这个产品技术服务 对吧 进行认证的时候 费用基于一种产品 每项技术产品不可超过三种 也就是说 一种技术可以带着三种产品 就同类技术核心 同一核心技术的三种产品 这个意思啊 咨询后两周内进行验证认证 这个呢 费用是大概是七万元 然后国际绿色这个认证啊 这里面有产品服务 包括真正对这个产品详细的分析 然后进行认证的啊 大概十二万元 国际绿色认证这个进行登录 这里面包括什么呢 国际公证 法务部这个认证 外交部及各国领事馆认证 这个费用呢 这个费用都是由我们总部 来给大家操作的啊 它的费用是五万元 这个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个资源 在这里面呢 包括国际这个绿色验证认证的证书 这方面一套这个这个资料是两万元 这里包括什么呢 你出口的支持 对吧 包括这个通过我们的绿色字路平台 还有一站式绿色通道进行进出口贸易 包括资产评估和这个合资 以上这些费用呢 就是按照等于是 其他资源费用一样 包括是在两万方面内 所以呢 中小企业 对吧 在这里面进行全部这个认证的费用呢 是27万元 这里面呢 会后面谈到有一个关于我们 企业联盟的那个费用 也包括在里面的 所以这方面大家有一个这样认知 根据你的产品品类不同 它这个里面的费用会有些上下浮动 到时候呢 您申请的时候我们就会确定 你这个产品费用确认是多少 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关于收费的一个部分 这里面呢 是 现在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有很多各大总部嘛 对吧 各省总部 包括今后呢 各个省下边也有各市的总部 各市的这个分部 包括这个县里也有分部 所以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把这个我们 获取给你验证认证的这个费用当中 它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分部的 这个这个进行 这个这个分认的分认 这个利润当中在这里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中国地方政府这边 是参与国际绿色验证机构 就是我们在地方政府运用的过程当中 会拿到百分之十二点五 然后上面的按地区划分的参与机构 也就是说县里 省里 这个这个市里 省里 按这种方式来进行分阅 然后倒数第三这个部分 是各省市国际绿色鉴定机构 咱们也看到了就是各个省都有一个 验证认证总部 对吧 这就按照省级别的 在这里面分到百分之十二点五 然后上面有各省市的参与机构 参与机构就是比如说各分大类的 咱们比如说这个食品类 那么验证认证的总部 下边它会有一个各分类的那个部分 那个分类的就是利润分呢也是百分十二点五 如果在省里面直接做没有地方的参与机构 没有地方的验证机构出面都是由省里来做的 这个百分之五十都是在省里总部留下的 当然下边运营过程当中机构越来越大 各个市里面都有这种机构的时候 就会分百分之十二点五分给他们 这一点这个大家呢有一个了解 如果省直接来运营的话 他们就会直接完成 把那个地方的那个利润呢 都是由省里总部直接来获取的 在网上看的话就是各国际绿色验证机构 包括各相应管理的机构 这里面约大概四百五十个 这是指什么呢 这个东北亚 这个东北亚世界总部 这个每个世界总部里面都有各自的大的分类嘛 每个分类机构对他那个部分的百分之十二点五 来进行这个这个获取 包括我们各国际类的这是什么呢 像比如说东北亚还有这个这个叫这个东南亚 欧洲非洲 以这些大的这个机构当中再拿到百分之十二点五 然后呢 最上边是由我们的全球管理机构和这个各大的分类机构 来拿到百分之十二点五十二点五 就是获取我们这个利润的百分之百呢 就是以这种方式 每个部门都是按照百分之十二点五来计算 如果你往下没有那个部门的话 由上一个机构呢 同时就是同时获取 就是两个部门的那个收益 这方面大家呢 有一个了解就可以 这个百分比啊是我们机构里面 都是编程结束以后的 当一个项目完成之后 它就会分别分发下去 分别就会分出去了 这点呢 大家不必担心 也不用计算 到时候呢 总部就会按照这种方法 它会分配下去的 这个呢 是在申请咱们IOWGCA 国际标准绿色认证 所提交的资料 大家看一下这个中间 右侧这个部分 那个绿色产品 绿色技术 绿色服务 它是按照您是哪一类 它这里面就会让你 需要哪方面的验证 方面这方面的 提对于我们提供的资料 都在最左侧 这个左侧的内容 有的你就交 没有的 我们这个国际机构就会 告诉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代替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您去补充那些资料 这个呢都会给大家提出来 所以这方面 大家放心 根据您的 验证认证的品类不同 所所取的材料也不同 这些方面大家有一个了解 这个评估的 这个评估和确认的内容 在这里面也都写的很清楚 说您需要比如说第一项 绿色产品 这个生产基础 拥有 这个叫资产工厂的注册证 委托生产OEM合同 也就是说 这个国内外认证等等 这里面就后面写上 用哪些资料 第七份 第七种资料 第17份资料等等 前面刚才不是提过吗 对吧 这方面呢 就是有一个 根据您产品的评估 范围 需要哪些资料 我们会 在后面标出来 那么作为我们国际公务员的话 把这方面 这个了解清楚 他申请哪一类的 就应该让他提交哪方面的 这个资料 这一天 这些呢 我们要自我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方面 根据您 这个后边我们会谈到 您做哪方面的公务员 哪一类的公务员 就会对那方面进行 单独的专业的进行培训 这个是咱们国际标准绿色认证的这个各种申请书 咱们看一下 这个申请书啊 我在后边也会给大家讲 你网上也可以完成 然后呢 你把这个资料打出来 由我们各验证认证机构 把这资料呢 转交给我们的这个企业 让他们自行添表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是我们产品的认证表 第二个这个叫技术认证的申请表 因为你的总这个申请的品类不同啊 他里面填表的内容也就不一样啊 这个是国际类的 所以这上面有的部分呢 你都应该有填写 这个是咱们国际绿色服务的认证申请表 这个右边这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申请国际验证认证的自我提交文件表 就是说我把我产品的企业的什么资料提交到这上面来 这里面都有 然后哪方面的你交了还是没交 为什么没有等等这些打勾回答 这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对那个这个产品的啊 就是评估项目啊 对哪些类怎么评估如何加分点分啊 这方面我们在这里面验证的时候都通过这种流程的 所以我们对于验证认证的机构来说 这些方法这些表格啊都很重要 然后这个右边这个呢是现场检测报告啊 到这个企业的现场如何去进行确认 包括监督你的交付的材料是否真伪等等这方面内容呢 都会有一个调查表啊调查报告 这个是咱们呃国际绿色产品验证结果报告组 对于您的产品全部全方位进行验证之后 要把这个表格全部听清楚啊 包括我们这个后边这是呃绿色技术验证的检测报告 大家看一下这表格都不一样啊不同 这是对我们服务认证的结果报告 这边这个是对我们验证产品的审议这个审议报告 这些表格啊对某一类产品都要进行贴写之后啊进行上交 呃这里面有一个叫商业计划书就是您这个产品的品类呃 您打算用这里面有表格的按表格添就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要出口啊出口到哪些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出口等等 有一个这个商业计划书把这表格添写之后啊交上来我们就按照您的那个预示您的推广方案 然后通过我们世界这个平台来向你向全世界进行公开 这样的话咱们都知道我们的产品你在全世界进行广告 然后进行销售啊它有一个呃过程包括有些要求 有我们这个验证认证产品后的产品或者产品技术还有你的这个企业 它可以直接就向世界公开公布然后进行了呃推广你的这个项目产品技术服务等等 这所以这方面呢有很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做完之后您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因为这个路子已经都铺好了您把我们的这个只要经过验证认证的项目通过我们这个国际组织的平台 我们会第一时间或者是叫同一天向全世界啊进行公布公开这样的 那么你的产品呢就瞬间啊就在全世界都知道全世界我们都有我们这样的国际机构吗啊 同时都会为为你进行推广这样的话我们会节省很很多的这个叫推广成本啊 包括国际上很多做不到的事情啊我们都可以替你完成 好这是咱们对于我们这个呃个人啊这个这个什么样个人或法人 然后进行你的信息呃搜寻的那个合约书啊同意书就是我们要向全世界公开你的项目的时候 很多你的当然除了那个私人的以外啊关于产品的项目的这些方面 有些这个信息要向全世界公布的我们要经过你的同意 在这里面呢呃都写出内容来你可以写哪个可以不公开哪个可以公开 然后呢在这同意书上签字我们就按照您的这个信息量向全世界进行什么样公开公布的啊 这是我们后续的这几个表啊这是我们收集利用提供查询同意书 因为我们验证认证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对原来对你产品做过检测的这些机构 呃会咨询啊以这个国际组织的名义咨询呃 以主要是一个是真伪最重要的是那个标准啊我们按照国际标准和检测出来的标准经过核对 核对之后呃对你原有检测过的这些部分呢进行核实 然后呢最终确定你的验证认证的这个呃最终结果这个呢表格也都有 这方面写的非常细啊咱们把这个里面呃细致的内容看完之后呃就非常清楚了 这个是咱们这个关于认证产品的这个认证时候呃补发呃补发的一些这个证书啊 比如说呃加分之后会给你增加哪部分的荣誉呃荣誉证书啊或者是对您这个产品 呃产品的要求啊这方面的内容啊填写这个表格就可以了 这个申请填写之后呢我们就会实时给你添加各种绿色标准的那些内容啊 呃会加到你的那个一些荣誉证书这方面来进行给你这个表达出来 就给你办法相应的啊在这个这个国际机构认可的这些证书 这个前面都一样啊是商品的也好服务的也好技术的也好分类不同 啊罢了按照每个呃就是里面比如说某款产品对吧这个全世界都没有全中国也没有这个产品也没有经过认证过呃这个这个呃 试用过但是您自己呢发明之后呃对我这个产品的信息呃会能达到什么对人类起到什么样作用的时候他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补发申请书您按照您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填写这个表格就可以了 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在问 说国际标准认证之后到这个各个国家啊有没有这个案例啊对吧有没有这个销售过呀拿我们的证书到国外好不好管不管用啊这些啊 我在这是我们资料里面截图的呃我们这个项目当中有一个叫绝缘清洗液 这个应该大家听说过就是带着电来进行高压低压进行都可以进行那个呃对灰尘清扫的这么一个液体啊这个产品已经在很多国家都销售过啊 所以在这里面看一下我们在审议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直接就已经确定这个产品可以出口到中国厄瓜豆尔卡塔尔印度伊朗等等 他说你我还有去这个这个这个其他的什么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后面继续给你添加所谓的叫呃这个出口的这个标准啊出口的那个呃 国家啊国家的呃类别啊这类别都可以给他加进去 然后 这是刚才我们其中的一种啊给大家显示出来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 验证认证之后我可以申请我自己想要去推广的那个那些国家 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品牌在这里大家看一下就知道海外主要出口国家啊这是2020年4月份为止海外国际呃绿色认证产品的这个这个这个产品和国家 有这么多的品牌我这是结了一部分啊还有更多的那些呃品牌都是经过我们验证认证的验证认证之后 于我们刚才我说了全世界于我们这个国际组织然后这个宪法登记的全世界197个国家当中我们注册的是144个国家啊也就是在这144个国家当中你想向哪个国家推广啊都可以的对吧都可以因为他们既然与我们签约签了这个我们宪法和验证认证方式的这种呃运作方式就 就意味着认可他既然认可的话我们同意的产品他就无需再去检验的啊这就是我们呃与其他的验证机构不同一点其他验证机构都在在某一个国家嘛对吧或者是像比如欧盟就在我们在一个组织里面而我们这个是面向全世界的像这样同时向很多国家进行呃产品技术这种推广的全世界独持咱们一家啊大家都知道联合国很厉害 但是联合国是搞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那种政治问题的对吧他对这些经贸啊这个这个世贸组织啊搞贸易这方面的对认证认证这方面呢咱们绝对是权威世界代表世界也是权威的啊这方面咱们大家有一个了解就行这个是我们我们验证认证啊验证认证的时候 一必须使用的这个流程呃表格还有我们验证那个这个内容我是载取的啊大家应该要了解我们有一个标准的呃验证认证指南那个因为很多啊如果一一去培训的话呃就是一个礼拜他也那个签对不完就是我大的方面我提炼出来细的方面呢咱们有资料到时候呢发给各位 大家再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先先了解一下 这个先 好咱们 第四个 这个再看一下啊 第四个课件呢 比较就是 实用 比较实用的一方面 我们上午呢了解一下我们IOWGCA的 这概况 包括呢 我们验证认证 应该做哪些工作 那么说这个工作呢 我也非常感兴趣 然后呢我也想做这个工作 怎么办 我得先申请国际公务员嘛 那么国际公务员如何进行 注册登记啊 我在这里面跟大家说一遍 这是最 基础的了对吧 我们呢 我们呢在 网上也可以完成啊 在线下呢可以给当地 就是省总部就可以了 那咱们就国际组织的省总部 各省的总部 各省总部呢在递交到我们东北亚世界总部 然后呢 然后呢一层一层 一直到我们 呃这个 呃 世界总部的 理事会 盖章 同意 呃 下发任命书的时候 才真正能达到国际公务员的这种 程度啊 第一步 大家都可以看到 首先进入这个东北亚世界总部的网站 啊叫 io-wgca.org 这个网站的是国际网站 所以打开的时候啊比我们国际国内的网站要慢一些啊 稍耐心等一下就行 一般等个三 三五秒 这个网页就进去了 大家看一下我在这里面 写了个方框 点击这里进入到 我们这个页面之后 看左边这个已经改成叫Chinese 是中文 平常啊你刚一进去的时候应该是English 是英文的意思 你要把这个小小鼠标点完以后改成 中文 以后里面出来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以中文形式出来的 然后呢点击右边这个 呃 Login 对吧 L-O-G-I-N 如果点击他这里的话会进入到一个 叫登录页面 进入到这个页面了 进入这个页面以后 你不要直接在这里查找ID 如果第一次进去或者说我现在要申请 这个时候呢就 点这个注册会员 注册会员这个名字 点击他 点击他之后呢 他就会出现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 在这里面 刚才我说了 这是 申请国际公务员的吗 所以就 添您的名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ID啊 你可以随便起名 这个ID是 跟我们那个 微信名 QQ名一样 虚拟名 都可以 ID 是这么写 然后呢密码 你自己设定 然后确认密码 下边呢就得写上你的 就是 呃这个 名字 就是当地语言 比如中国你在这里面就写上 您的姓名就行 因为您的个人申请公务员吗 就填写个人 真实姓名 然后在这里面大家 记一下 当地语言 中文 英文在中国填写的时候 你都写中文就可以了 不用用英文再翻译过来啊 你就写 比如说您是叫这个沈在华 那就沈在华 中文也沈在华 英文也沈在华 这么填写 因为你在中国申请的时候 在中国这个网站上是他认可的 网下地址也是一样 地址写完之后 中文英文 你就都用中文写 但你还不能不写 一定要写上的 填完 就可以 填完之后呢 这个 这个 ID选名的时候 你看他在右边有一个叫什么呀 叫 重复验证 ID 重复验证是看有没有同名 如果同名的话 他就会退出来 你更改姓名就可以了 更改姓名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我们登记任何表格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方法的 这个填写完之后下面有一个退出 就是退出以后也就说退回到首页 退回首页以后呢看到咱们第3个 还点这个就叫logging 对吧 进入 进入到这里以后 重新 会进入到这个页面就刚才我们 第2次这个页面 这个时候不点会员注册而是在这里面要 直接写入你刚才编写的ID 然后密码 然后进行登录 这样的话 你就会进入到 申请 公务员的那个表格当中 进入这个先程 进入以后他就会出现这一个页面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看这个上面的小文字 红色 为国际公务员申请的那个篮 成员这个登记 登记篮啊 红色的 就左边第1个方框 绿色的是产品 然后技术 企业的 这个叫什么认证的时候 都在这里面填写 产品 绿色产品绿色技术绿色企业绿色服务 在这里面进行什么呀 填写申请 就绿色的 最边上蓝色的这个 我们后面会讲到是验证师 验证委员 就是我对这个 这类产品 非常有研究 甚至我在 国家哪个监测就是检测部门待过 这样的话我会申请 咱们国际 验证师 国际验证委员 你就点击我们这个蓝色的这个框 根据您的需求 申请哪个你就按取哪个就可以了 咱们这里呢 看一下 进入这里以后 我们看 进入到红色这个 红色这个圈以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其他的里面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填写啊 尤其是到这个国际 这个叫博号代码 这个国际国际博号代码一般都是空的 您呢 点一下这个黑色的键查找 查找找到8686是代表的中国 咱们中国的那个区号国际区号不是0086吗 找到86点击上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国际这边的有一个查找 点完以后你得找到中国 点这两个的话 是其他的内容咱们就跟手机填表一样的 就这两个要注意一下 要找到86 和这个 这两个名称以后点进去 手机号码的很简单就留下来 再往下点击查找 这个序号 在下面看一下 这个是基本同意 这里面呢 这个 必须要填写 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这个叫 后面必须的这个栏 要点上 必须点上你不点的话 后面那个前面写多少 后面什么都进不去的 就是同意 IOWGCA什么隐私政策同意的这个东西 点必须啊都给点击 正确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面写的 序号49是什么的 86这个不好找 因为全世界各国的 编号都在那 他那有一个序号123456789 你找49号 就是86号 包括这个国家也是一样 序号里面找 49 序号的话 基本就能找到揣上这个字了 揣上这个字 这个表格填写完以后 就会提交 提交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都会有一个就是 提交之前有一个叫这个栏 就这 Agr 意义 要点击他 这是指我们不可撤销 里面那个所有的内容 限章你要服从 党党这方面的内容 必须要填写的 如果不填写 你这个 申请资料就 申请不到 然后 里面表格的内容都很多啊 但是 黄颜色的 你必须要填 就是那个 格里面带黄色的 必须要填 如果不那个不填 这个递交申请 是不能成功的 最后呢 提交 申请 你这个整体的这个流程啊 就 结束了 就结束了 像这个呢是我们这个 第二个方面了 这国际标准绿色企业啊产品技术服务的 申请流程 就是我们申请验证认证的时候 用这个的 方法都一样啊 进入到我们这个 网站 然后呢 点上 那里 进入页面 还是这一页 再点 点击 注册会员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呃 前面 本人这个这个ID 从我这个都跟写的方法一样 最好是 呃 在这里填写什么呢 你不是 产品企业 还有品牌 呃这个这个服务啊 对吧 这样的话就把你那个商标写上就行 比如说 这个产品叫什么 哇哈哈 这个名字啊就是你申请的时候就叫哇哈哈 这样的话 重名的可能性很小吧 对吧 就是对你商品的名称 做成昵称来进行选择的话 重复率 极低 然后密码设定 啊 上面下面这个位置呢 原来不是填写个人姓名吗 你现在是对你的 企业产品技术服务进行流程的话 这个名字里面填写企业名称 不要写个人名称 啊 标准你的企业名称 在里面填 完整的啊 完整的就什么什么有限公司 呃跟营业执照一个字不能差 在这里面填写 在这里刚才我说了黄马和白格和红格吗 对吧这一点大家看到了吧 就是 黄颜色的内格必须要填写的 好了然后呢退出来退出之后再重新进入到 这里 然后呢在这个id里面写上你的企业就你刚才起的那个 那个昵称就是上面你对产品的名称也好 你的品牌也好 然后密码设定的按那个进入进去 进入之后 就会 点击 你不是要申请产品 绿色 技术 来以后这个企业 服务吗 点击绿的这个 啊 绿的iowgc igc 点他就可以了 然后 在这里面一样要点击找到49号 然后找到国籍 呃 这天写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中国 如果是那马来西亚就马来西亚 总之在这里面全世界的国家都能找到 啊全世界的国家都能找到 然后这里后面有没有什么成立年份 就是你的公司 成立年份 在后面填写就可以了 好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项目联系人 项目联系人呢 一般 都写法人嘛 但是 在验证认证的时候 缺少什么资料 我们会跟他这个人联系很多 缺哪方面资料要使用哪方面资料 然后 没有的应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 不要写法人的 姓名 写这个项目 专管申请人的姓名 比如说这个项目由谁负责 写他的姓名最好 因为这个不是给他注册他的名字 是我们国际组织向他所要 相对应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要联系到他 所以 这里面是要写负责人的 申请资料 不是什么专利人的或者是法人的电话号 是非常容易找到的这个人的电话号 24小时都可以通话的人 里面的那个内容呢也有很多 但是在进入到这个栏里面 大家看一下这上面本身标志的国际绿色公司 点开以后 这里面你看有一个绿色产品绿色技术 是吧 绿色公司还绿色服务 这个呢 你选择哪一类 申请哪一类就选择哪一类就可以了 这个 一定要记清楚这个如果不点 你的分类就出不来分类出不来呢 对你那个验证的那个所有的那个 天写的资料啊就对不上了 都对不上 然后最下面有一个基本同意 跟刚才一样 在这里面写的是同意执行 咱们绿色宪法责任和认购申请 包括同意IOWTC的隐私政策这个 后面那个必须啊你是要点上的要不点的话 也不予承认 对承认 然后 都添写完之后还是一样 再按一下这个AGRE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你写的资料进行了提交 提交之后呢 我们就会可以收到 收到以后 就会整理资料之后 你缺少哪些文件 然后就会跟刚才所谓的联系人 和你是申请公务员的话 就会跟公务员本人呢就会做 详尽的了解 详尽的了解 然后说明 包括该培训的培训 通知你的时候呢就都会通知你了 这个是我们 作为这个国际组织公务员 还有申请这个绿色 企业产品技术服务 这方面的内容 还有刚才那个后面蓝色的 我要申请验证师 验证委员会 可以的 你就点那个蓝色 方法都一样 方法都一样 在网上进行申请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 第2个 部分内容 需要休息一下吗 一个小时 接着先来吧 接着来是吧 好下面呢给大家说一下个国际公务员的培训 国际公务员 申请之后 如何 培训培训哪些内容 这方面呢 我给大家 了解 说明一下 咱们这个是 IOWGCA 这个宪法当中也都说了 发掘 挖掘 发掘 发达 这个这个 国家 G20 发展中国家联合体 G77 贫穷国 岛国 气候环境 和对人类有帮助 所有的技术 商品服务 企业 学位 对吧 国际资格等 把这些所有我们发掘出来的项目 通过 国际标准 产业分类 物流代码 国际 绿色验证认证 国际绿色企业 资产评估 国际契约 确认等 用这些制度 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绿色环境 和绿色生活等 把履行 IOWGCA IGC认证的国际绿色技术商品实践 责任义务作为我们 资源的目的 就是 作为我们公务员 是帮助他们 把这些分类的 这个这个品类 然后通过我们的什么样 物流代码呀 然后验证认证了 还有这些绿色企业 把它评估 出来以后 通过国际渠道 来进行 资源 他的 产品 能在更多的国家 来进行 推广的这么一个目的 实践IOWGCA 气候环境宪法 是为了 培养出 国际绿色经济和气候环境协调发展 具备的 具备国际眼光的人才 现在我们做企业 一般都是说这个 利益角度也好 为我们 这个本国公民 人民做什么的贡献也好 但是在咱们的国际机构当中你的眼光就该放得更远一些 市面向全世界的国家 全世界的国家 还有地方政府 企业国民 来运营 IOWGCA 国际绿色经济发展的全球 主导 培训教育的 所以呢 咱们受过这个 专业的 公务员 培训之后 我们就会 做的每一件事情 并不是为了什么某个人 或者是美国 某个民族啊 他是为了全人类的 包括 全球的这些企业 进行 帮助 那么我们教育领域当中啊 教育领域当中 包括很多的 类型啊 咱们在这里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能够 评选出教育方面 的这些 这个 人员 就是 人才 这里包括大家看一下公务员的国际教育 国际法律学校 国际绿色技术交易师 世界知识产权管理师 国际机构运营师 国际期货商品交易师 汽后环境期货 汽后环境世界期货交易师 国际机构会计师 国际机构税务师 国际劳动师 劳务师 国际鉴定评估师 等等等等 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包括 无限的所有的所有的行业 都可以进行认证的 这里最后看一下 所需的一切领域进行培训 那么在这个这些培训 那么多的领域 对吧 咱们国际组织的这些人 某一个人也完成不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 咱们看一下 下面 国际 绿色经济发展全球领路人 培训是为各国家 培养专业人才 需要两到四年时间 通过线上线下 集中培训 把课程 缩短成短期的 高校的教育课程 我们现在 你看上面 举个例子 什么 税务师 什么 律师都有 是咱们国内的嘛 在咱们这里呢 经过我们的 这个教育培训之后 就会变成国际律师 国际律师的话 他可以到任何国家 只要登记以后就可以进行 他律师的这个 服务啊 律师的服务 包括这里面说的什么 律师验证师也好 认证师也好 学士也好 硕士也好 根据您的 这个 原来的资历不同 学历不同 经历不同 可以申请不同的管理师 申请不同的管理师 然后 在我们这里经过认证之后 世界上 也予以给你认可的 这么一个 培训的那个内容啊 那么这些 这些人 上哪里找啊 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国际公务员 根据您的特长 找相应的人才 然后到我们国际机构来 就可以了